到底他会不会变成商机 我不敢讲 到底在危机是否会不会赚到很多钱 我不敢讲 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危机 都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经验 有很多时候真的在我破产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讲看到人心的丑恶 只能讲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肤浅 你成功过后 你讲人家就觉得是个道理 你不成功的时候 你在低潮的时候 我觉得怎样我想呼吁大家就是 在辛苦的时候都会过的 在煎熬的 在痛苦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会过 但是在这个煎熬 这个痛苦的时候 它是一个在磨练我们的意志力 在磨练我们的潜能 把我们人生最大的潜力逼出来 这个就是一些危机 所以危机在我的心目中 一个企业家也好 人家讲商机 但是我讲危机发生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贵的鞋费 很贵的鞋费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当危机来 它会把你所有每天所做的 平时在做的东西都颠覆掉 它会把你认为所有所对的东西都颠覆掉 那在这个过程 危机来 它是来叫我们一个东西 让我们的如何的去转型 如何的更着业 如何的更优秀 如何的去改变我们的企业 如何的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 提升我们的自己的技巧 提升我们自己的技能 提升我们的智慧 这个就是我认为危机这样 到底它会不会变成商机 我不敢讲 到底在危机是否会被赚到很多钱 我不敢讲 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危机 都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经验 最大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这个危机来得是特别恐怖 恐怖的意思是因为 其实我相信很多企业家 每天都听人家讲 recession, recession 金融危机 到底有谁真正可以经历过 OK 你也应该觉得是荣幸 在我人生中我经历过三次 97年,08年还有这个 我认为这个是我活得最精彩的 我觉得人是要经过危机才会成长 才会珍惜身边的人 才会懂得如何的去做一个更作业 然后如何的通过你自己的成功 OK 去影响别人 用生命来影响别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些我个人认为 我很开心的 当我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去判断 到底这个是好与不好 我觉得来了就来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 如何的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如何的我可以提升我自己 如何的我可以转型来迎合这个环境 迎合这个市场 而不是想去改变环境来迎合我 OK 所以每一个危机 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它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堂课 OK 也希望大家会把这个危机 OK 看成是一个努力 看成是一个鼓励 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学习如何的去转型 学习如何的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学习如何从不一样的观点 去提升你们的企业 去改变你们的模式 OK 也让你们在继续的去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去提升你们自己的智慧 好吗 OK